Touch Wedding Studio Hello 大家好 我是PickStyle Me的特派員 Sing Jun 我今天在Touch Wedding Studio 剛試了婚紗 然後現在準備開始化妝啦 我一直默想的婚禮其實不是那種很大型 然後要演100多座的那種 可是我是希望是一個Garden Wedding 很簡單 是跟我最親密的朋友家人的事情 大家都可以參與到 我可以跟大家都一起到 那樣我覺得這樣 連結婚明時 看起去 8月3 天 一千二千 乘以下人 你到沒有嗎 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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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有 手 你到 我們要 拍一眼 按 呢 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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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雜誌拍攝也會有 我覺得跟婚紗拍攝的差別是 因為婚紗會比較近 它一定會比較貼身 看起來比較好看 而且婚紗比較貴 所以你會比較特別小心 拍照的時候的姿勢也會不一樣 因為草良的點也很多 婚紗拍攝應該比較多是要比較開心的 或者是比較夢幻的 也有比較優雅的運用 所以這是跟婚紗拍攝不一樣的 你看這是我最喜歡最喜歡的 女婚紗拍攝 那你的老公幫你揭開的時候 是不是很夢幻的 我覺得我的對象要是 能夠跟我完全坦誠 我也覺得我可以什麼都告訴她 什麼都讓她知道跟她分享 所以能夠很好地溝通 然後一百發現地坦誠 我覺得這是一個讓我可以跟她步入 那現代人的多數都忙於工作 就是有些人覺得說 哎呦到處都塞車 還是很害羞不想walk in 你的機會來了哦 然後在10月7號和8號呢 Touch Wedding Studio會在 Sunway Pyramid Convention Center 參與一個非常深大的 Wedding Expo 那他們到時候會推出超值配套 而且入場典費哦 所以千萬不要錯過啦 那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樣 非常期待今天拍攝出來的作品呢 如果有的話請記得留守 Pink Style Me Malaysia的Facebook page哦 除了會出現我的作品以外 還會持續的update這場 Wedding Expo的各種資訊 記得要按like哦 Wedding Expo